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 我是 张伟修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Asynchronous Non-Blocking in Java 这是我们今天大概的agenda 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Asynchronous Non-Blocking 我大概会讲一下 Skala是什么 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intro 那接下来就是 有各种不同的example 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 这个Asynchronous Non-Blocking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在Skala里面 我们怎么样子来做 Asynchronous Non-Blocking 首先呢 我们 什么是Asynchronous 什么是非同步 然后什么是Non-Blocking 当然 Asynchronous的另外一边就是Synchronous 所以 我们一般所写的Function 基本上都是Synchronous 都是同步的Function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看 一个Function 怎么样子我们看它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它是Asynchronous 大部分Asynchronous的Function 有一些特点 一个就是它 它是Return Void 在Java里面是Return Void 在Skala里面是Return Unit 它的Return的值是Void 或者是一个Future的话 它这个Call有可能 就是Asynchronous的Call 或者是说像一个Function 如果它有Take 这个Callback AsArgument的话 它也很有可能 是一个Asynchronous的Call 什么是Callback呢 我们在这个 如果大家要写JavaScript的话 JavaScript里面那些Event Handler 就通通都是Callback 那 所以基本上JavaScript它是一个 在Browser上说它是一个Single Thread的 这种的Environment 所以它所有的地方它都必须要用Callback 来做非同步的这个Call 不然的话 当你去像JavaScript里面 你去Call一个这个Ajax的时候 你整个这个Browser 它就会卡在那里了 所以它因为它是Single Thread 所以它必须要是Asynchronous 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说我所执行的这个Thread 不要因为我去Call一个Function的时候 而它停在那里 所以我们需要有Asynchronous的Call 所以我们在Java里面最常用Asynchronous 最常让一个Function成为Asynchronous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让一个Function它在执行的时候 它一进来要执行的时候 也许我就会Spawn一个Thread 来执行它应该要执行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Call本身它就可以Return 它Return的时候它可以Return一个Future 可以Return一个或者是Void 所以这是通常我们在Implement 在Java里面Implement a Synchronous Call 这个Function的方法 那什么又是Blocking或者是Non-Blocking呢 其实这个idea很简单 就是Blocking的话就是 当你一个Call 我在Call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它的这个Thread会卡在那里 等这个FunctionReturn回来 它基本上它整个这个 整个Thread就occupied在那里 可是它的为什么会occupied在那里 很多时候我们在Call一个Function的时候 其实分为两种 一个就是它真的有在做Computation 有在1加1,1加2加3加4 一直在加上去 有在做Computation 另外一种就是它在Waiting for IO 那通常我们在 我们比较Care的呢 并不是在做Computation 因为我们现在CPU真的是蛮快的 所以如果说它这个 它花时间要做Computation的话 事实上CPU一下子就绕完 除非你是程式写不好 在一个Endless Loop里面 或者是你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数学的运算你需要做 不然的话大部分这些Computation 很快就会结束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Waiting for IO 那IO是一个真的是蛮慢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IO有多慢 所以不过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在Java有一个Library 叫做NIO Nile 在Java1.4的时候就出来了 然后在Java7的时候 它又出了Nile2 所以我们可以在Java里面做一些 当我们在做IO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 Non-Blocking的Operation 意思就是说 也许我现在我要去写一个档案的时候 我说我要写这档案 然后我就回来了 这个档案写的动作呢 是在它有一个Sub-System 它会帮我们来做的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它不会去Tied up任何一个Thread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们之所以要做A Synchronous 就是Non-Blocking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IO是很慢很慢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Thread它本身其实是蛮贵的 蛮贵的 蛮贵的 我们在这里说Thread是贵的 并不表示说 你说一个Thread也许 也许一两枚而已 不会take太多memory 可是我们所要想的是 在一个Server side的environment 你一次上来的这个Client 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时候 一万个Thread 很多的这个OS 现在基本上 就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在我们这个Context来讲 它算是蛮贵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Sign Out 这就highlight说 为什么我们说IO是很慢的 我们现在先假设 假设在CPU上面 我们在CPU上面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L1 Cache L1 Cache的话 应该就是在CPU上面 比去Access这个CPU的Register 还要再更慢一点点的一个动作而已 所以L1 Cache的这个Access 其实是蛮快的 我们假设说它是一个Reference 需要一秒钟的话 那如果它是一秒钟的话 事实上我要去Access main memory Access RAM的话 它已经需要三分二十秒了 如果说要这个 传1K的东西 over一个Gigabit的Network的话 它是要5个小时33分钟了 所以这已经是IO了 所以就为什么IO 比较久的原因就是这样 这样是5个小时 SSD 一个4K的Random SSD的Access 需要三天的视觉 那我们看到最像 像Disk Assess 这个是硬碟的这个Disk Head 在动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假设 L1 Cache的Reference 是一秒的话 Disk Assess的话 一个这个硬碟的头在动 就需要230一天 那你要Send一个Packet 从加州到荷兰 再回到加州 是要10年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IO comparatively 来看的话 在我们整个CPU来看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所以我们在执行东西的时候 如果都在CPU里面 Memory里面绕的话 其实还OK 可是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IO 我们需要写档案 读档案 我们需要上网 去存取任何的东西 去上Database 存取任何东西的时候 那个就是IO 然后那个就是Mine 当这个慢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卡在 一个Thread卡在那里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在等IO回来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Thread就浪费掉了 好 那 因为我们这个是 怎么样子做 这个Asynchronous Non-Blocking Scala 所以我们大概要介绍一下 Scala 在座各位 有谁使用过Scala 哦 不错 太好了 比我想象的多 OK Good 所以Scala它基本上是一个JVM-based的language 那 它是 所以它 你在 因为它是JVM-based 所以我们所有Java的这个JAR档 它通通可以用 Java的Library它通通可以用 而且它是 它让我们去扣Java 或者甚至Java回来扣Scala 都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run在一个JVM里面 它是Object Oriented 它是Object Oriented跟Java一样 它也是Functional Oriented 那我觉得后面这个Functional Oriented 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讲一下 它 所谓Functional Oriented的意思呢 就是它 它基本上它是prefer它所谓的Pure Function 就是说 当我们说一个Pure Function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call一个Function 我 给它一些Parameter 它会retrain一些Result给我 我现在call 我给它这些Parameter 回来的Result 跟我一年以后 给它相同的Parameter 它回来的Result 是一模一样的 它没有任何的Side Effect 它不会在这个Function里面 去写档案 写DB 或者他们时常讲的 去发射一个飞弹 它这些都不会做 它是Pure 它纯粹就是看 你给我什么Parameter 我就会得到什么Result的话 这都是永远是一样的时候 这就叫做Pure Function 那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基本上就是based on 在这个Pure Function 因为这个Function是Pure 所以我在 我很容易的就可以 我就可以reason about 我就可以去看说 你在扣这Function的时候 整个这个城市 Environment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这个 结果会是什么 永远都不会变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一个城市 是不是正确的时候 就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另外一个比较emphasize的地方 就是immutable的Data Structure 不能够被改变的Data Structure 以这个Java本身来讲的话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Data Structure 是immutable的就是String Java的String 我们不能够修改它 你不能够说 抓一个JavaString出来 我要改它第二个character 然后它就改了 它不能够被改变的 这就是所谓的immutable的Data Structure 可是Java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大部分在Java里面Data Structure 都是mutable 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所以被改变的Data Structure 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这种multi-thread的 这种使用的时候 我们像一个CPU上面 8个Core 16个Core 32个Core multi-thread的这种Programming 其实很容易的就 我们需要做很好的一些 我们需要做很好的一些 这种synchronization的control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一个mutable的 这种collection 你去使用它的时候 你很容易的 就会有Data Raise的问题 所以immutable的Data Structure 因为它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所以你有多个3来 access它的时候 它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Skala里面 它比较有多一些 这种immutable的Data Structure 它是一个strongly-type的language 就是它的type system 是比Java来得更advanced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Skala的一些语法 我们不会去看太多 不过我们只是得到一些感觉而已 我用的是这个ideaJ的idea 不过Eclipse 或者是你要用emax 那些都是OK的 这个是一个Skala的worksheet 在Skala里面 我declare一个val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个是一个immutable的variable 所以i等于123的时候 这里它印出来就是i等于 它的result就是i等于123 所以如果接下来 我要assigni等于456的话 这个compiler就不让我过了 因为它说 这个是一个immutable的variable 那mutable的话 它还是可以declare mutable的variable 跟Java一样 它就叫做var var hello 然后接下来 我也可以把var变成是work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 这里跟Java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没有type 它的type不是inference 它把inference 123就是string 所以它assumei是string hello是string 它就是assumes是string 123是int hello是string 的话就assume它是string 这里是Skala declare function的方法 add 然后x跟y 它们都是int return跟int implementation就是x加y 在Skala里面 你不需要写return 因为它最后一个expression 就是它所要return出去的东西 所以你就不需要写return 这个是一个在Skala里面的一个case class 所谓case class的意思 其实跟java 跟javaclass是类似的 只是case class的话 它就帮你把一些什么tostring equals hcode getter 它都帮你写好了 所以当我可以说case class 这个person 有name跟age的时候 我底下我就可以说person 我就可以new一个person 起来 它叫p1 就是这么简单 那case object的话 其实在java的世界里面 这就是像是一个singleton 一样 所以它是 这个person的话 就是有一个person 假设我们有一个person service 它可以得到一个person的时候 我就就像在java的singleton一样 我可以来call它 得到这个person OK 所以在 因为在Skala里面 没有像java的static 的这种method 所以它就用这个case object 或者是object来代替 好我想这就是一个 比较简短的这个Skala介绍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做更进一步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基本上会go through一些example 所以我们在讲这些example之前呢 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example到底是有涵盖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这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也许类像订单的这种query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面会有一些data model 客户 customer supplier product 或者是order 然后会有full product 跟full order 我们最主要想要做到的就是我要去做一个API 叫做get full order 好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model 都是case class 所以我们刚才有介绍过的case class 像customer的话呢 它就是 它是 它有ID 它有name 还有address 很平常 厂商的话 它有ID 有name 有email 这也蛮稀松平常的 产品的话呢 它就是有ID 有name 然后它有supplier的ID 就像是我们diabase table一样 它有supplier的ID 可是它并没有真正的supplier order的话呢 就是它有ID 有客户的ID 有product的IDs 这是一个list product IDs list 所以我们有full product full product的话呢 就是我会把 跟这个product相关的supplier抓进来 所以它这个full product的话 它就是supplier 它不是supplier ID 那full order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customer customer跟所有的product 它是一个list of 是一个list of full product 我们通通抓进来 这就是我们所想要做的就是 我给寫一个getfull product的这个API 寫它一个ID 它会传给我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一个full product这个object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既然今天我们是要讲non-blocking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能够有一个example 就是说我要做同步跟blocking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有一个blocking code的这个example 我的速度要快一点 OK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blocking code的example 我们在这里呢有get customer 这个就是我做假的这个implementation 你给我一个ID 我就会传回一个customer给你 那我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simulate说这是一个blocking call 你每次call它的时候 每一个call它都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所以get supplier是一样get product get order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blocking的client的话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到说 我要implement的这个API就叫做get full order 你给我一个ID 我传回一个full order给你 这没有问题 那因为是blocking call 所以跟我们一般在call java的时候 其实是很类似的 我得到一个order 然后我从这order里面得到customer ID 来call给customer 然后我有一个 从order里面我也可以得到这个product的ID的list 我做一个map 这个map其实就是跟这个 现在java8的那个stream是一样的 我做一个map map就是它会绕这个list里面的这些ID 然后每一个ID我都得到它的product之后 从这product得到它的supplier 做一个full product出来 然后这个full 做一个full product出来 当它绕所有的ID的时候 它就绕一个full product的list出来 我就可以拼凑一个full order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的blocking的API 蛮straightforward 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去call它 然后做一个timing的测试 我们可以来跑一下 所以现在在跑了 为什么会那么久 因为我们每一个call都是simulate一秒钟 所以 然后我们所丢回来的product是五个product 每一个product里面又需要 除了去query product之外 要去query它的supplier 所以每一个full product是两秒钟 再加上五个 五个所以是十秒钟 再加上order一个 customer一个 所以总共十二秒 所以是十二秒 所以blocking的话 就需要 基本上就需要 比较久的时间了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出了这个blocking 所以我们现在要能够做这种asynchronous 那asynchronous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是我们称之为callback callback最多的example 就是像event listener 我们是你靠一个 当你mouse被按的时候 它会来靠你的event listener 所以callback基本上是蛮简单 我们就可以理解的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callback hail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什么叫做callback 所以这个是callback 这是callback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跟前面blocking一样 get customer 你给他一个ID 可是这时候我就没有return 个customer 我的return的value是unit 就是java的void 可是我里面呢 我有你必须要传给我一个function 这就是也许跟java 至少8以前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scala里面 它可以parameter 它可以take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基本上它就是take一个customer 它会take一个customer 然后它return的value是unit 事实上它这个语法 这个写法跟java8的lambda 是蛮类似的 所以getcustomer getsupplierorder 跟这个product 跟order 其实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implement这个getfullorder 然后人家会给我一个ID 也是一样会给我一个callback 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子来implement它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要callgetorder 然后order呢 它会有个callback callback里面 我要再来call getcustomer 跟来绕这个order的productID 然后每绕一次的时候 我里面又需要有另外其他的callback 然后在这个callback里面 又要有其他的callback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callback tail 你一个callback 你需要depend on 这个callback所得到的东西 我才能再去做另外一个callback的时候 你很容易的就形成这个callback tail 那事实上这里面还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要做callback 所以其实我这个product 我需要用var 我需要用一个mutable的 mutable的这个data 的variable 来keep这些所有的product 所以如果我这个 如果我这个algorithm 我在执行它的时候呢 如果我现在先做的时候 我们这个callback都是sequential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我用另外一种 执行callback的方式 它是在后面 create一个thread pool 来执行这些callback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就会有问题了 不过那个 我们可能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先不会秀 不过anyway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些callback 其实它也会跟这个 跟前面这个blocking是类似的 跟前面这个blocking是类似的 这个是callback的 那callback的最主要它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callback hell 好 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用这个 这个scala里面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东西叫做future 那事实上这个在java 8 也有类似的东西叫做completable future 那这个future的话呢 它的idea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做 asynchronous non-blocking的call 我们又不希望做这种所谓的 这种又不希望有这个callback hell的话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future 那future它的idea是这样子 它事实上还有两种不同的object 它一个叫做promise 我们先做一个promise出来 promise就是我承诺 我将来我会给你一个integer 我将来我会给你一个string 或者我将来我会给你某一个object 那我从这承诺里面呢 它就会 我就可以来call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它的future 然后它的future呢 就是当你手上拿到这个future之后 你可以对这个future 像是做map啦flat map 所谓map flat map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这个承诺 我真的把我这个东西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用map或者flat map来做 所以就有点类似像是说 我现在我承诺你 我会给你一个这个包裹 那可是你现在 你还没有这个包裹 可是你可以跟我讲说 当我拿到了这个包裹之后 我要做什么事情 当我拿到这个包裹以后 我要把包裹里面的东西 本来是给我一个橘子的 我要把它换成是苹果 再丢回去给你 类似像这样 这就是mapping的动作 OK 那在scala里面之所以做这个future 会比java来的方便 因为它就是有 它有一个construct叫做这个for comprehension 事实上它for comprehension的背面 它是帮你做了map跟flat map的动作 所以可是它的整个语法呢 做起来就会让我们感觉说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OK这个就是future 那future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上面我们future的implementation 我们所有的这些implementation 我们后面都会来扣我们那个先前所看到的这个blocking blocking service里面的这个给customer 给supplier这些的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扣都去扣这个blocking的service 只是我们在前面把它做成是 它return是一个future 所以customer啊ID product这些它都是return future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要来implementation 我们的这个get full order 那所以get full order它也是一样 你给我一个ID 我return the future of full order回去给你 OK 那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来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for comprehension 因为有这个for comprehension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get order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order 当这个order呢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真的这个order了 所以我就可以从order里面去得到它的customer的ID 然后同样的用这个来扣get customer get customer之后它又会get customer 它基本上它return the future of customer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反箭头的关系 基本上它在你的背后帮你扣了这个flatmap 所以回来的就是customer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呢 比较容易的我们就可以来达到我们要做的这种动作 那这个所以这里我们利用for comprehension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这个full product OK 那当然这个后面是有做一些mapping的动作 不过这个 这还算是蛮单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那这个执行起来的时候它的效果又是怎么样 Future是7 所以当我们执行future的时候呢 它第一个order还是要query 然后再来客户它也是要query 可是后面它五个product 五个product它是可以同时做的 它可以同时做 然后每一个product在做的时候 又需要去query它的supplier 所以总共加起来四秒钟 跟我们刚才这个十二秒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最显而易见 我们做asynchronous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节省时间 你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说 我需要block在那里等这个thread 把先前的事情给做完 好 那除了说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我要用这个future的话 好像不是那么方便那么简单 因为我对future的idea 我要做这个flat map 不是很好了解 在scala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library 它叫做scalaasync 它的scalaasync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来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让你 不需要去做这个future的map 或者是flat map 甚至于你也不需要去做for comprehension 它可以比较容易的让你来使用future 而你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比较imperative的方式 就是像是我们先前一刚一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blocking的那种做法 所以事实上我们等一下可以看 它写起来的这个方法 其实跟blocking的方法是非常类似的 可是我们也可以同时得到使用future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基本上呢 它是有两个function 它一个叫做async 一个是async 一个是await 这两个是 有点像是颠倒过来的 async里面呢 我可以有一个body 这body 以这个java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这body 看成是一个method的body 我在这body里面 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只是说 它必须要是 它的return的值呢 我这个async 会包成futureofp return出来 然后在 它有一个await的block 里面我take一个future 然后return t 我讲这个看起来大家可能有点confused 我们来看程式应该就比较清楚 OK 这个 我们这个async的话呢 它基本上它还是reuse 我们前面define 在future service里面的那几个get customer get order的那几个method 所以在scala 所以在scala里面我可以直接就把它 我这个import的这个statement不像java 我需要放在最上面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需要用它的时候 你再把它import进来就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import了这个future service里面的所有的这个method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来implement这个get full order 这个method 它take一个id也是跟future一样return一个future 只是这个它的写法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跟我们先前看那个blocking的这个方式就非常的类似 只是我外面我用async的这个block把它包起来 我用async的这个block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在call这个get order的时候 我也会用await这个function把它的这个result包起来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一边是用async 一边是里面有future 我要callfuture的话 我用await把它包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你看到里面的写法 就会跟我们先前在做这种blocking的方法来做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来先执行一下 这个结果应该也会跟这个future一样大概四秒钟 所以 我们这个它在做 在这里呢 我们在做这个async的时候 这个async或await的时候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在scholar里面它做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language的feature 就是说 它这个async跟这个await 它没有define在这个language的这个syntax level 它纯粹是library 纯粹是library 所以它这里面没有错它是用了一些比较avance的东西 比方说像是这个scholar里面的这个macro 这些的 不过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language本身是蛮flexible 蛮powerful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library 就可以来define这些language construct 这个在csharp里面也有 不过csharp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language的这个syntax 而不是一个library 好 那 所以前面呢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在scolar里面可以 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来做所谓的asynchronous 跟nonblocking的call 那scolar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这个actor 阿卡的actor 那阿卡是一个library 是一个library 它最主要的就是它里面implement 它可以 它implement一些这种actor 让我们可以来使用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讲actor呢 因为actor我觉得会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 基本上是在比较low level的一些function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东西来 去做这个asynchronous 跟nonblocking的call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actor呢 来把这些东西都 都把它包起来 来用actor来控制 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actor在这一方面是一个相当好用的 那actor它是什么呢 actor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object 它只会respond to message 而已 OK 就是说它是一个object 你可以send给它message 然后它可以去spawn另外一个其他的actor 或者是它可以去process你这些message 在送这个message给其他的actor OK 所以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是并不多 它只能够去spawn其他的actor 它可以去process你这些message 然后它可以送其他的actor 一些它所做出来的message 它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它在process这个message的时候 每一个actor同时只会process一个message 你并不能够说像是java一样 我有一个object之后 我这个object里面的一些method 我可以有很多个thread同时来扣我 它没有办法这样子 它也不允许你这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它guarantee你说 我这个actor在同样一个时间 只会promise single message 所以它有一个guarantee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我在这个actor里面 我可以有mutable的东西 我可以有mutable的data structure 我可以有mutable的variable 我在process这个message的时候 我可以对这个mutable的东西做动作 而我不会有任何concurrency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蛮好的guarantee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它有一个所谓的supervisor的hierarchy 它就是说 我可以当有一个这个 我一个actor 我可以spam其他的actor的时候 这个actor本身就是其他actor的 有点像是parent一样 他是其他actor的这个父母亲 他是他的parent 所以当其他的actor 在process message而发生错误的时候 什么叫做错误呢 错误在我们java来讲 就是它有throwexception的话 如果它有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上面spam它的这个parentactor呢 就可以来做 这个一些errorhandling的动作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 ARCA的application的话 就会是它最上面有一个rootactor 然后底下就会有spam很多其他的actor 旗下又会spam其他的actor 就像一棵树一样 那每一个比较会出错的actor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最比较下面 leaf 那下面的这些actor 如果它一出错的时候呢 它的exception 就会propagate到上面的 这个它的parentactor 然后那parentactor 可以来决定说 我现在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子 我要去把这个childactor给杀掉 重新再起来一次呢 还是把它所有的childactor杀掉 重新再起来一次 所以它基本上 因为它有这些hierarchy 所以它的整个structure就是非常的for-tolerant 它可以如果有错的话 它都可以很容易地就可以来handle一些错误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example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actor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actor 那我们这个actor呢 其实我们所implement的就是get full order 就像我们刚才这些做法一样 它只是它不会去implement真正像我们刚才一样去call 它基本上就是call这个future的这个full order get full order 只是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work的 这是一个actor actor里面呢它一定有一个method叫做receive receive就是它来process这些method的这个function 叫做receive 那在这里呢 这是一个case class case class有点像是 不是case class 一个case的statement 这个有点像是 就是这个在scala里面把它称作为这个partial function 它基本上有点类似像是java的这个switch statement一样 只是它是比java的switch statement更powerful一点 所以它可以match任何的东西 那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说如果它现在receive到的是一个get full order的这个object的话 那我就会来call这个future service future client的这个get full order 然后得到东西以后它会把这个full order呢 这个在archive里面就是send这个message的意思 我会把这个full order呢send给原先 像我要这个full order的人 所以原先像我要full order的人呢 基本上叫做sender 所以我们在这里把sender放在reply里面 因为这个foreach这边它是一个closure 所以当我在closure里面被call的时候 这个sender可能变掉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个local variable里面 所以它得到full order之后 它就可以把它reply出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 所以我们在ACA里面用actorOf 就可以create一个新的actor 那这个actor呢 为什么要用actorOf 而不是去new这个actor 因为在ACA里面呢 它的actor 你每一个actor的reference你是碰不到的 它只有 它有把这个actor的真正这个object的reference 它把它包起来 变成是一个actor的reference 所以在这里呢 order的actor 事实上它是一个 它的type 它的type是actorref 它是actorreference 那我可以就是对这个actorreference呢 送一个这个get full order 然后这个问号的意思就是 这在ACA里面 它把它称作为这个ask的pattern 就是说我可以送给这个order actor一个message 然后我可以等它这个东西回来 它基本上它return的是一个future of full order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得到future of full order之后 就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OK 就可以来跑一下 对 因为它是靠这个future 它是4秒钟的结束 它是靠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里 它基本上是靠这个 它是靠future client的get full order 它是靠这个 所以这个future client 我们刚才有看到它是4秒钟的 所以它4秒钟大概就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ACA的actor 那事实上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example 它可以是 你可以是有各种不同的actor 然后它上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一种 dispatching the strategy routing the strategy routing the strategy 它可以来做的 OK 那我在这里 我刚才忘了讲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好了 future 因为还有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这个future future 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 它基本上是一个promise 所以在scholar里面 我就可以说 我要create一个promise出来 它promise说它会return一个string 所以它出来的就是一个stringp string的promise 那stringp的点future的话呢 这个就是它未来 会return给我这个string的这个future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说 stringf 这个string的future 如果当我得到它之后 for each 我得到它之后 当它这个string真的回来给我的时候 这里面for each 后面take的就是一个lambda 我说我得到这个string就是这个s 这时候我会去做一个println的动作 在scholar里面 string前面加一个s的话 我这里面就可以做string的interpolation 所以我这里$s 就会印出这个 它里面值就会用这个s来取代 所以当它真的有值过来的时候 我就会印这一行出来 接下来我又有做 也是一样拿这个stringf 只是这时候我就不是对它做for each 我对它做一个mapping的动作 我mapped了它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现在可以写说 当我得到了这个string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得到这个string之后 我要把return这个string to int 我要把这个string 转成是integer出去 那相同的 我们在这个intf这一边 我也去做了一个for each 也把这个integer给印出来 最后呢 我们就去做这个complete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 我真的要把这个string丢给你了 我真的要把string丢给你了 所以我对这个stringp做一个complete的动作的时候 然后同时这个stringf跟intf呢 它这些prinlens就应该要印 OK 来看一下 OK 来看一下 不对 扣错了 Future samples 所以这里它就complete with E23 Inf也是complete with E23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给它的并不是这个E23呢 如果我们给它的是ABC呢 那这时候会怎么办 它只有第一个 只有stringf 回来而已 因为stringf这一边 stringf这一边 因为它得到一个string 它就把它印出来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intf这一边呢 因为它是要 它是要做一个toString 可是toString的时候它会失败 ABC不是integer OK 它要去做一个toInt sorry 它要做一个 它要把它变成是integer ABC不是integer 所以它会失败 失败之后 它就失败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 我们forEach 它纯粹的只是handle 我们所谓的happy path 就是说它正常的动作的 没有问题的动作的 它会做出来 可是当它有问题的话 它就不管它 就当作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知道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要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recover的动作 所以它这个recover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它有所有任何的exception的话 这个是 如果它有所有任何exception的话 就return-1 instead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辟掉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再去做forEach的话 它就会是OK的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abc 它就是stringf 还是inabc 可是inf的话 它就return-1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式 来做这个对future 来做一些error handling 那事实上future 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些东西之外 它有很多其他的function 可以来使用 让我们来 这个 让我们来对它的一些动作 来做一些比较完善的这个handle 好 最后呢 这个 在scala里面 它除了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这个arca actor 最近比较热的就是所谓的reactive stream 那reactive stream呢 它就是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arca的actor更上一层楼 它能够去 能够来让你把一些 一些我们先前所看到的callback 它把这些callback 变成是一个stream 意思就是说 instead of你去handle每一个event 它会去handle一个stream 然后这stream里面都是它的一些event 因为它是stream 所以你可以对stream也是一样 做一些mapping 做一些filter 各种不同的动作 所以在scala里面 它有像moneyfoo这个library moneyfoo这个library moneyfoo这个library 其实就是类似像是这个 在java有一个叫做javarx rxjava的reactive extension 可是它这个是scala版本 叫做moneyfoo arca本身也有一个stream 叫做arcastream 那scala有一个library叫scalaz 它本身也有一个stream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做更high level的一些 synchronous non-blocking 的这些operation 不过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 来讲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好,那最后呢 这个QR Code 就是我们这一个slide PowerPoint的slide 然后我所有的example 都有在这个Github上面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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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